中超最佳射手阻击是济南平音,踢球成功离不开两个人世界背后,中超战火重燃,鲁能与上岗队进行了榜首大战,上岗队中吴磊对鲁能球门不断造成威胁,成为该场比赛进攻最犀利的球员之一。 本场比赛吴磊虽然没有取得进球,但仍然以12场12球排在中超射手榜榜首位置,超越了一帮大排万元,有望夺取今年的中超最佳射手。 值得一提的是,自从上海上岗2013赛季升入中超以来,吴磊已经连续5个赛季,当选中超本土最佳射手。 目前,吴磊还是国族的主力射手。吴磊,1991年11月19日,出生在江苏南京,12岁时加盟根堡基地,在2018年上海上岗队中超报名表上,吴磊的祖籍一栏是山东,当时很多球迷以为足协弄错了,其实是非常正确的。 吴磊的祖籍是山东省济南市平音县,安城镇冷饭店村,他的父亲是当年当兵退伍后分在了南京,从事地质勘探工作,所以在南京落户,吴磊的伯伯还在冷饭店村。 吴磊在之前前还不是很有名的时候,回来过老家一次,吴磊踢球成功离不开两个人,一个是他的父亲,一个是他的恩师徐根堡,加盟根堡基地之前。 吴磊是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学生,这所小学是当地的足球重点学校,不知怎么回事,足足备备与足球毫无关系的吴磊,在又同时期,就表现出对足球的特殊热爱。 为了满足儿子的爱好,父亲就将儿子送入了这所小学,因为这所小学离家太远,骑自行车至少需要40分钟,吴磊父亲的工作性质又需要全国各地跑,无法照顾儿子。 因此,吴磊父亲毅然辞去了地质勘探工作,丢掉了铁饭碗,在鼓楼一小附近找了一份只需要夜间值班的保安工作。 这份工作,使吴磊父亲能够在白天专心照顾儿子,为儿子的成长打下了基础。 后来,瘦小的吴磊并没有引起江苏足球梯队的重视,因为吴磊的学习成绩很好,老师也劝吴磊父亲,让儿子专心学习文化课考大学。 但是吴磊父亲尊重儿子的意愿,为了儿子的前途,他决定将儿子送到明帅徐根宝的崇宁基地接受专业的训练。 为了让儿子成功进入根宝基地,吴磊父亲托人弄到了江苏名将徐根宝得一门声李鸿兵的介绍信,并凭借这封信敲开了崇宁基地高高的铁门,接待吴磊父子的诗帮助崇宁基地从全国各地选才的基地教练杨李敏。 他在对吴磊身体能力、有球能力测试之后,非常激动,赶紧去向徐根宝汇报,他说,中国足球未来的马拉多纳来了,看到老搭档这么激动,根宝也震惊不已。 在观察了吴磊的几场训练和对抗赛后,徐指导打定了对吴磊重点培养的主意,他想,我在根宝基地投了三千多万元,这个吴磊就能全部帮我收回。 为了引进吴磊,他毫不犹豫地向江苏方面,掏出了三万元现金。 2003年4月份7日,吴磊正式到根宝基地报道,成为徐根宝名正言顺的徒弟,并走上了职业道路。 此后,吴磊也将7号作为自己得分幸运数字,一直选择7号球衣,为了培养吴磊成长。 徐根宝费尽了心思,因为吴磊到重名基地报道的时间,比其他球员晚三年,年龄最小,个子最矮,各方面都要学习,培养吴磊就要让吴磊多上场比赛。 但瘦小的吴磊与比自己高出一个级别的大哥哥们打对抗,要想赢得首发机会,是非常难的。 在吴磊成功后,徐根宝道出了培养诀窍,吴磊成长最关键的一点,就是我们敢用他。 他很少做板凳,2004年1月,亚足联U14少年足球分区赛在重名举行。 根宝基地代表中国出战,徐根宝将到对不到一年的吴磊,作为赛事宣传海报上唯一的球员代表,并要求教练员让爱别人一头的吴磊担任主力首发。 当时教练和球员们都不理解,但根宝坚持自己的想法,结果吴磊攻入六球帮助球队夺得冠军,成为该赛事最佳射手。 后来徐根宝带队打中一、中甲,直到打上中超,他都不顾其他球员的反对,坚持用吴磊打首发。 吴磊也不停刷新着中国职业足球的多项记录。 2006年,吴磊在中野联赛,登场10年仅14岁10个月,是中国职业足球赛场史上最年轻的球员。 2008年吴磊代表上海东亚队攻入个人职业生涯第一球,那一天吴磊16岁289天,仅次于队友曹云定。 2006年创造的16岁242篇的《中国职业足坛》最年轻进球者的记录,成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第二年轻的进球者。 在中超,吴磊的发挥更加优异,13-14赛季打入15球,14-15赛季打入12球,15-16赛季打入14球,16-17赛季打入14球,17-18赛季打入20球,本赛季12场打入12球。 最终,徐根宝的精心栽培下,吴磊成为目前中超最有能力、最高身价的球员。 对此,根宝总结,最有潜力的球员一定要给机会,但吴磊可贵的是能把握住机会,用他的行动逐步得到大家认可。 根宝的话,道出了中国球星成长进步的关键所在,目前,中国足球所欠缺的,就是根宝这样知人善任的教练。 目前中超的大多数主教练只顾眼前的利益,忽视了年轻球员培养,即使有好苗子,也都被浪费在板凳上,中国足球近几年逐步走向衰落,根源就在这里。